我們等一下會有主任先有個主任時間 之後是會長時間 之後大家候選人支持 大家又候選人支持 然後會有一個自由討論發論的時間 那最後就是進行投票表決 那最後就是開票決議 OK 那主任有沒有 OK 那我們就是主任時間效果 OK 首先我這邊先說明一下 我們系學會的組織章程 對 那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就從 就是比較基本一點來 那就是會長的職責就是 有點煩讓我念一下吧 就是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是整合本會 然後是讓系學會事務完整運作 那第二點是執行各項的會議決議 以及熱烈推動會晤 第三個是照開合主持幹部會議 一式格選擇私任的副會長及各股股長 從各施工系人中選出 那第五點是像明代會議 提出會議報告及接受質詢 大家有看到這有底線 那我等一下會附加說明 第六點 籌劃收取及運用本會經費 第七點 辦理下間會長選舉事宜 第八點 應於學期開始後兩個月內提出預算表 好 這個也是我等一下會補充說明 OK 那副會長的話就是主要是協助會長去處理本會的事務 那當會長不可執行的時候由副會長代理 那會長如果是應是從缺 那副會長會代理會長職務 直到現在會長選出 那會長選舉的辦法 依照之前交解留下來的 的西吳章程是規定說 本會會長由全體會員選舉出 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那於每年的三月五月三十一日之前選出 那很明顯的我們今天已經是一個dayline 所以應該就選不出來 OK 下一點比較重要 也是我們這次召開西周會的主要原因 就是本會會長及副會長選舉資格為 新年度升大學三年級之本會會員且有資格參與 好 那我們這次西周會的召開主要就是因應我們這次的 西學會選舉 因為我們大一生大二的學弟妹想要參選 那綜合一些各方的意見之後以及主任的意思之後呢 我們就是開始進行召開這西周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就這個議題來做討論 那最後的投票便是決議說 我們是否要把參選的資格放寬到大一生大二跟大二生大三的 這兩個階段的人都可以參選 OK 這邊先補充一下明代會議 那明代會議是由前幾屆學長所成立的 那從上一屆也還是有 那直到我們這屆是沒有的 那明代會議我上面有點漏漏等 我簡單講一下明代的話就是有點是監督機關的意思 那就是監督西學會經費的運用以及預算不要審核 以及就是如果像這次事件就是說需要改章程的話 也是由明代先行決議之後才付出全體會員投票 那就是這一年我們西學會是沒有這個組織的 所以這一次的改章程的投票權就直接下放給全體系員 在這邊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OK 那 好 那個這邊有個投票決議的辦法 就是全體會員投票率 先出席率的話 需達全系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我們現在已經在結算就是在座各位有沒有超過三分之一 那如果超過三分之一之中的相對多數會 就是我們的決議是踩相對多數 所以之後的投票 如果就是我們的出席率有過三分之一 以及在投票過程中贊成數有就是踩相對多數的話 我們就決議通過 這部分先跟大家說明 OK 好 在這邊想先跟大家做簡單的一個整理 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大三 就是大三到大三已經要升大四了 然後也擔完一整年的西學會之後 我們大概整理了一下 就是由大三來擔任西學會的優缺師 跟大二來擔任到底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優缺師 那我想先各位資格玩說明 就是我們西學會的立場就是維持中立的 所以等一下會有證有負 那我們就是盡量做到平衡的說明 那如果各位學弟們覺得哪邊有偏頗的地方 那就是說 請盡量包含 不然就是等一下你們自己的候選人支持時間 你們可以自己去補充說明 OK 好 那 此次修改當成的原因是因為 在五月初 四月底開始公告 信證會長候選人的時候 大二的推出候選人的時程過晚 以及剛好大一是有議院想要來參選的 所以便趁這個機會來 就是推動把系學會的會長資格選舉 把它改制為大一跟大二都有資格參選 對 那原先生大二生大三擔任系學會的好處呢 第一個是經驗足夠 因為已經在北大就是已經兩年了 所以很多事情你對於北大事務是比較了解的 第二個是人脈廣 大二這屆有很多的社團的社長或是幹部 那你都知道說 當你們自己是系學會成員的時候 有這些社團背景的同學是幫忙你們 是對於你們推動系上的事務是比較方便的 也比較熟人的 對 那第三個是 很多時候大二的同學剛好都會接任一些社團的幹部 或是社長或是幹部等等 那其實如果是大二接的話 就是說剛好大三是卸任的 那此時大三來接任系學會是有許多人可以幫忙的 而不是就是忙著於自己的喜愛的社團 對 那第四個是經過術營的磨合之後 其實各班會對自己的夥伴們有很多深入的了解 會知道說你的合作夥伴是要怎麼選擇 就是有大三擔任系學會的一個好處 那有大三擔任系學會的壞處呢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年大三非常的崩潰 就是有專題北資碑然後還有系學會 然後今年系學會剛好又辦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活動 所以我們比較多的時間都是在嘎很多的活動 那其實這算是特殊的情形 因為像北資碑可能恩典才會輪到一次 以及這一屆大三是第一次專題改成三上三下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 所以變成說今年的大三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可是往後的大三可能就會比較單純的只有一整年的專題製作 那第二點是大三的人可以開始規劃自己的大三大四的生涯規劃 以及研究所的補習等等 所以可能在大三的同學是沒有辦法來忙碌 就是來支持或是說參與系學會的一個運作 這是我目前在這邊想到的一個快處 對如果有不妥的大家也可以補充 那如果是由大一升大二來參與系學會的好處 是第一個沒有專題的壓力 就是剛剛講的大三大四你可以做自己的生涯規劃 你可以很專心的去做你的專題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素贏完畢之後是直接承接系學會的 是剛好承接一個系最重要的一個開端的活動 所以對於大一升大二的學弟妹來講 其實剛好接系學會其實也蠻適合的 第三個是大三之後可以有自己的生涯規劃 而不會就是卡在可能我大三要補習 我可能要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時候 就因為系學會的事情卡在那邊 那第四個是素贏之後大一大二已經是比較熟弱的 比起大一跟大三來講是比較熟識的 因為是就是共患難嘛 那所以說其實是可以立刻就是 籌組出大一大二為主的一個系學會來 就是運行志工系這樣子 這是目前列出來的大一升大二的好處 那壞處的話就是第一個對學校不熟 那很簡單來講就是對系錄會議 我們系都要召開系院跟校的三級的課程會議 那如果是大一升大二的同學來擔任系學會的話 很多時候在會議上其實是使不上力的 因為你什麼都還沒有經濟過 其實你沒有什麼構想或是意見可以提供給市長們做參考 那第二個剛好升大二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就是 你可能會擔任一些社長的幹部 或者自己的其他的做事情想要忙碌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很專心於去協助系學會的 那第三個是也是我們個人蠻覺得重要一點 就是說大一升大二沒有經過術營的整合 就是說不知道就是說我們以往每一屆 單身系學會的之前都會經過一整年的術營的磨練 那其實對於彼此要找人或找夥伴來講 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還沒有共患戰之前 其實你不知道彼此的合作習慣以及大家的個性是怎麼樣 所以這是以上我們列述的大一升大二單任系學會的一個缺點 那這邊今天講完就是兩邊的優缺點之後 其實是想總結說 好就是這一張 大家有看到這一張就是我剛剛去整理的就是 我們台北大學各系的單任系學會的年級 大家看一下紅色的地方都是三年級的部分 那白色的是二年級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烏波 所以其實哪一個年級單任系學會 其實不是用哪一個系多系少來規劃的 而是看每個系自己的生態 就像我們自己系可能有專題 可能就有人會考慮說是不是移到大二去做 是每個系都有自己的生態去決定出大二來做 比較是大三來做的 所以希望就是關於說別系都大二或別系都大三這個論點 其實是比較不適用在我與我們系的 這部分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系學會最後一個總結就是說 這次的選舉啊 就是有點弄得兩邊有點猜疾 或是說溝通小小的不良 導致最近大家可能會比較煩心 而且可能又碰到了北之杯剛忙完 那不管怎麼樣 或是說最後的決議以及最後的選舉出的結果是如何 都會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這是個過程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 最重要的點是什麼 當現在我們為了會長候選人在這邊討論 或是說有一些小爭吵的同時 我們最後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希望各位同學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而不是在這當下去造成年級間的隔閡或摩擦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傷害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系學會的說明就到這邊了 那接下來就是換大二候選人的支持時間 我覺得我們比較不需要 比較不適合上台講這些 好 大二覺得OK 那我們歡迎大一的候選人上台支持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子宮醫的藥家和 然後就是現在我們這幾天共同蒐集資料 然後我們共同整理想法 我們也詢問了一些系上同學對於這次系學會議題的看法 最後我們綜合出了接下來這個簡短的報告 那在接下來大約10分之內我會向大家說明 為什麼我們希望在今天這個議題 大家可以投下同意 還有以及大家如果投下同意的話 對大家有什麼好處 還有對這個系上可以帶來證明評價 那一開始我想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整件事情大概的背景 那這要從我們